大家好,我又来吐槽了 今天咱们来评鉴一下变形家具 这个桌子,它是通过转动中间的小桌来变大的 那如果我想转菜的话,是不是会把桌子缩回去 这个椅子拼出来的是啥?婴儿床吗? 是不是如果要吃饭的话,婴儿就会被车凳子 这个床变沙发的把戏,其实我一直不是很喜欢 显而易见的是,这个变形的沙发 无论是作为床还是沙发,都不是很舒服 毕竟两种场景下,人体的需求是不一样的 那如果说你家的客厅想要有留客人过夜的功能 这种情况不是说没有,但是买之前你一定要想清楚 一定是有人长期留宿才比较合适 不然的话就会比较鸡肋了,我们继续 这个东西呢,既然能睡两个人,那我觉得还行 但是如果要买的话,我建议挑质量好一点的大厂 不然啊,下铺的兄弟容易受伤 本来这种变形家具呢 就是为了节省空间对吧 但是啊,无论是半圆形的沙发还是圆形的床 都是非常浪费空间的 这个东西直接pass 这个就很离谱了 首先你这么设计的话 书桌下面连腿都放不进去 拉出来的床呢,也睡得不舒服 早上起床一个猛地扎起来 马上就可以再睡一个回笼觉了 这个东西就很典型了 原来是四个人做的 还带个桌子 经过一顿操作啊,只能两个人做了 原来多好啊,没必要变嘛 这个倒还可以 有一说一确实还不错 这东西还挺唬人的 但是我把这些剩菜剩饭放到墙上 是要当装饰品吗 而且餐桌上缝隙太多 容易藏屋纳垢 向上一翻啊 张东西全部弄到墙上去了 靠窗位置设计一个移动花架 折叠翻转过来 就可以变成一张大餐桌 如果说刚才那个餐桌勉强能用 那这个完全就是手工梗的风格了 我想问一下 吃饭的时候花盆放哪啊 总结下来呢 大部分花里胡哨的变形产品 是不值得入手的 很简单一个逻辑 如果真的合理 那为什么这么多大品牌都不做呢 对不对 因为实际的使用场景实在是太少了 我估计唯一用的几次啊 都是朋友来家里做客 给他们小刀拉屁股 开开眼罢了 我是方子亮拜拜